每一个节目平均有多少人 对不对 大概是一百多万左右 所以哪八万也是春流 也是论奖的 那观众就叫袁太郎 他就是赞师兄你的功夫 真的好厉害 就是赞你的徒孙功夫 真的好厉害 然后彩虹化身霞 他说永春是不是有九招十二世呢 防狼室 永春是不是有九招十二世呢 九招十二世我没听过 没听过 也是看电影看回来的 也是电影看回来的 那堂堂的说 他觉得永春是很好的仿狼宿 也可以这样讲 那那个白来人章他说 嘉宾你会不会很期待 另一部有梁朝伟扮演的 叶问师傅的电影呢 他来做真子丹版本比较一下 你看看哪一部更接近现实呢 更接近叶问师傅真实的生活呢 其实我不骗 因为你不是影评人 打最主要还是学怎么去控制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念头就是 不惜教你去欺负人家 而是教你呢 不受人家欺负 这个才是我们永春的那个宗旨 所以我们那个总会收那个学生呢 你看那个样子不好 严信不好啊 我们都不收 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那你收徒弟是不是也像叶问师傅那样子 四步教 穷的富的笨的聪明的 也是这样选徒弟吗 其实我们那个总会收徒弟就比较 条件比较简单一点 有没有吸不教了 而是主要就是他那个品性不好不教 我知道就是看过就是那个西门报导就说过 梁师傅你是非常注重武德的 对 比较注重德这方面的 所以就是一个人的品性不好 你宁愿就不教他 对 这个也是我一直那个宗旨 我觉得练永春拳也好 练什么东西也好 对不对 练来是为自己 本身防卫不让人家来来来来 欺负我而已 对不对 要是练来欺负人家 那你根本就不用练武术了 这个就是我的宗旨 而且还有这好像我那土己土生 我都教训他们 我说有时候我们要有那个汪寒海量 有永远之量才可以吧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教他们那个 不过是教那个武术 还要教他们那个那个思想 做人的品德 对 那其实阿明还有就是兵仔 那你们之前有没有遇过 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很生气的 非逼你出手不可的 这个一定有车锁啊 车锁都不大 有没有试过 在香港没有 没有啊 在香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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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哪里有啊 大陆有 大陆啊 那你又没有出手啊 我没有 没有啊 没有 那你喜欢武功平时 那看来没有练习没有实现的机会啊 我们在一个教练班 教练班都可以一个互相练习 他们互相打对方的 就是一种练习 那在真实生活当中就没有机会 没有人被你打过是吧 没有 那你的男朋友要是 他不听话啊 或者对不起你啊 或者令到你很生气 你会打他 不愧 男朋友你都不打 他很好 不愧打他 那其实 我觉得 女孩的学永春 是一个很好的访郎术 像我们的观众这样说过 那明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女孩的学这个 是真的很好的 一个自卫的方法吗 有啊 防卫的方法 我可以带应一个给你唱 他现在是伏狼 伏狼 对啊 他现在就伏狼 然后那怎么防卫呢 哇 这么快 那为什么先打他脸吗 好像是说对付色狼 要劈他下去 我想攻击他的胸部 胸部 还没攻击 你就斩断了他的手 然后擦中了他的眼睛 要把他的眼睛 这么快 就是你不用先棄手 搞一搞一搞 没有 真的真的还讲 真的真的打到 开始没有 不棄手了 一出手就打了 一出手就打了 等于就是你找到了 那个窍门技巧 没有功夫的人 他不知道这技巧 就是你知道这技巧 怎么样 就是弄住他的手 那那个 比如说那他是从后边 有的色狼 后边抓住你的吗 就这样 一脚就这样 那一脚他如果踢你怎么办 就这样 那怎么踢他的下体呢 对付色狼 我们不用踢下体 出用了 通常我们永春学很细文的 我们不会贴人的什么 抓到下体贴的 我们不做这些事情 就用这些很细文的方法 已经够用了 很细文那个方法 细文 细文起来还是很独的 那还有很多的相片很精彩 也有打斗的一些的相片 我见到一些相片是 像你还拿刀 那个是我年轻的时候 是我了 当时没大眼睛 我年轻的时候 对没大眼睛 很像李小龙 很像老人家 哎呦 这样的 平小龙比我尽 那有一张用刀的 这张是我年轻的 那个是1969年了 69年 11月 那一台比赛 不是不是 那个前面那个起高杰 那个就是我 后面那个老人家 叫夜文中心 这个是我在成为学院 我是一个首创 那个永春七首 跟那个表演大会的时候 你看我叫那个对手 铁高 铁高你看到吗 是不是戴眼镜那个是你 戴眼镜那个是我 戴眼镜去打架 不是打架 是体股 是表演 表演 我见到你的好多相片 有那个拿刀 这个是我在匈牙利 匈牙利国会 这个是我一个图曾宣 那个国会医员 他现在是匈牙利的保安局 那个局长 你去那边就传授武功 这个是我了 这个是我们永春 那个两套那个武器 右边这个是我了 泳村也要用武器的 我们也有 我们一套墙的墙的在棍 那这个是我叫那个 蒙面超人 不是蒙面 这个是欧盟脱种部队的 脱警队的 那个那个 那些是我的大途算 那个蒙面那个是 他没学泳村以前 是两 是应该是两阶三阶 三阶那个空手大冠军 后来再学泳村 现在我们欧盟 欧盟那些托种部队 都是用永春全来做那个防卫室 那你的很多的弟子 都是有武术功底的 那你要是 那你一定要武术特别好 要不然怎么震得住他 所以我 所以永春生 那这个是我在 匈牙利其中一般人 前面那个白衣服 那个是你 黑衣服我那个对手 就是我匈牙利那个头头了 后面那是他的学生 那那个是我在匈牙利 叫那个 特种 军中特种部队 军队的特种部队 军队的特种部队 那个是我们叫 那种部阶基地是杀人署 你看那个前面那个 那两个带快乐 那两个带个子 这是我 那个欧盟的特种部队 刚才那个 送那个竞评给我 这不是左手那个 三届刚要留那个军军 后来在谁 现在是永春武队 五级 他们这些做那个 就是特种部队的 都有五十多功底 他们都有五十多功底 所以就算你不叫他 永春队已经打死人了 对不对 你叫他他更厉害 就是这样 哇 这些下面真的好精彩 而且呢就是 你跟那个 叶问宗师的 以前 就是叶问宗师生前 跟你都很多的交流 好多相片的 还有那个 成龙什么 这个是谁 郑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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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个郑吉丹 后面那个郑吉丹 郑吉丹 郑吉丹会打工夫吗 郑吉丹跟我们学过西天 哦 西天 他那个时候是排香港电台 有一套电视片子 郑吉丹特别像来 这个成龙大哥 对 成龙大哥 他特别来我那个武馆的时候 就是来 他本身会荣春吧 以前 他练的是什么功夫 他什么都练 什么都练 就是为了拍戏 还是拍电影 拍电影 电影而练 他好像不是荣春那套的 好像 他什么都有 你知道拍电影呢 很多时候都 我们叫不忠于援助 对不对 因为呢 因为呢 你拍电影 你要看那个情节 看那个动作 要气眼观众 这个才是最重要 这个张是 这个是我那个早前的地址 对 莫门卫 莫门卫那个 全家人都是跟我很熟 他会打工夫吗 他很小很小的时候 看那个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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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